在這個社宅裡面的很多的故事 甚至是都根住宅裡面 或是舊的房子裡面的故事 藝術家透過畫筆 記錄社區居民生活 這裡是全台第一件公辦都根案 斯文首善社區 2022年4月完工入住 過去近半世紀的老房子拆除重建 外觀焕然一新 依舊承載著居民滿滿回憶 我們希望它不是只有一個公共藝術 當然還是希望有一些民眾的參與的過程 那這一次提出來的這些操作的方式 其實我們以前也沒有操作過 那其實對我們來講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台北市大同區斯文里三起整宅 保障居住安全 也為社區帶來新住戶 為了營造共融環境 都市更新處邀請藝術團隊 規劃地景創作 以家的形狀為主題 設計繪本 記錄在地居民生活故事 藝術家短暫借住社區居民家中 把收集到的故事轉化成文字創作 還把場景圖像化 規劃一處公共藝術展廳 讓民眾藉由看展 了解居民生活 強化與地方連結 讓歷史不應都市更新被遺忘 記者 邱世民 台北報導